那么一对夫妻,他们很低调,从无绯闻,一直踏实地生活拍戏,虽然两人出道很多年,但是很多网友都表示不认识他们,虽然在电视上见过,却叫不上名字,要说模范夫妻比他们莫属。 邵峰和刘欢一对知名度不是很高,可很恩爱的夫妻,邵峰出生于上海,性格有些内向,13岁加了人就帮他找老师学表演,16岁的邵峰在《少男少女》里担任男主,因表现优秀,中系、上系和北京电影学院均送来录取通知书,邵峰最后选择了北电,和徐晴蒋门历史同学,毕业后23岁的邵峰出演第一部电视剧《七侠五一》,饰演剧中的炎人民,201年和原权合作《青春不解风情》, 当时他也收获了不少少女的芳心,接着他出演了《神医华驼》、《金锁记》、《乱世桃花》等等,但是即便如此,知名度还不是很高,邵峰进入娱乐圈30多年,合作过的女性也是无数,但他在娱乐圈里独善其身,没有任何绯闻,这不仅仅是演员的修养,更多的是对家庭的责任,邵峰跟老婆刘欣持音细生情,然后结婚,他们的爱情就像童话般美好,取了刘欣后,邵峰的演技就像升级了一样,接二连三的演出, 指最金迷、主击手、三国等,曾是第二十二节电影《百花将》影后的妻子,为了孩子隐退了娱乐圈,有了孩子之后的刘欣完全变了一个人,为了女儿他似乎什么都可以改变,这也许就是所谓的母爱吧。